朋友们好 继续分享毛泽东大传 我们说 正是因为毛主席天才的政治自觉 使他早早的就脱离了传统的时代的作法 和受西方影响的当时同代知识分子的那份偏侠 从而呢 才从更高的卫士上去审视中国大地 去规划中国革命 于是才使得他在中共三大上 在相争相变的两派主张之外 鲜明的提出了中国的农民问题 提出了发动农民运动的主张 也正因为如此的毛主席 随着自己特立独行的主张 而在中共三大上脱颖而出 毛泽东不仅被陈都秀高度的认可 同时呢 也获得了相争相变的两派的共同的赏识 和接受 我们说 中共三大年轻的政党 创造了很多的第一 其中有一个第一次就是毛主席 第一次进入了中央领导的核心层 1923年的6月19号 中共三大选举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 陈都秀 上届中央委员会的委员长 陈都秀 陈大教授 得票依旧最高 陈都秀得了40票 那么在大会选举呢 以陈都秀为首的 由蔡和森 李大钊 谭平山 王和波 毛泽东 朱少林 向英 罗张龙 九人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 九个委员 那么呢 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基础上 又成立了中央局 而中央局的组成人员 是由陈都秀 蔡和森 毛泽东 罗张龙 和谭平山 那这五大员 组成了三届中央局 这个中央局现在看的相当于常委 应该是相当于政治局常委 这个中央执行委员会 相当于现在的中央政治局 那么 两天后的6月21号 三届中央的执行委员会 开会研究中央局成员及其分工 那么 陈都秀连任了委员长 罗张龙 出任中央委员会中央局里面的会计 毛泽东 为秘书 而秘书呢 工作的职责 那就是主要是协助委员长 处理中央日常工作 这个 一听 这就知道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 这样的一个位置 同时还负责党内外通信 及开会记录并管理党内的文件 那么 当时根据中央政治局委员会的组织法 相关条款的规定 说 党的一切罕见 必须由委员长和秘书共同签字 才能生效 那你可见那时候 毛主席在党内承担的工作 职责何等的重要 所以呢 你从这两条上你看 他和委员长两个人签字 才能生效 党内的一切罕见 然后呢 作为中央局的秘书 他主要的工作是协助委员长 处理中央日常工作 那你说他这个秘书 是相当于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应该说 有点像二十大上的谁呢 蔡奇 就是蔡奇 蔡奇你看在二十大的常委里排第五吧 但事实上蔡奇是真正的 中共今天的第二号人物 蔡奇绝对是大权在握 并且是 你想 这个党权 组织权 这些权都是在蔡奇的时候 宣传组织 所有这些党务工作 都有蔡奇负责 事实上蔡奇为什么 还兼了中办主任 史上最大的 中共中央邦庭主任 还有常委兼任 蔡奇之所以 这个 不离习近平左右 事实上 他的这个角色 就有点像三大上的毛主席的角色 蔡奇现在的这个职责 事实上就是协助 习近平处理中共中央的日常事务 再往前推 有点像哪呢 有点像中共八大 1956年八大上的邓小平 八大在中央委员会 这个政治局之外 又成立了中央书记处 邓小平 出任总书记 而中央书记处 就是中央政治局的日常办公机构 日常办事机构 总书记这个角色 事实上就相当于三大上的毛主席 那么你从八大 邓小平的这个总书记的位置 中央常委之一 然后呢 身兼中共中央总书记 和这个邓小平 当时在中共党内的 哈哈那地位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三大上的毛主席 在中共党内的这个分量 那么 毕书 因为这么重要的工作 工作职责 那么就要求他直接对委员长 对陈独秀负责 那个时候 毛主席 事实上是什么呢 相当于今天的蔡奇一样 事实上是中央领导核心的二把手 何况 何况三大开闭幕之后不久 毛主席还真就兼任了当时的中央组织部的部长 毛主席还真兼了一段中组部的部长 那么所有的这些职责权 标志着毛主席第一次进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层 那么呢 反毛 改开 黑毛主席不商量 一些畜生毛包蛋们 不是都质疑毛主席是否参加了中共一大 或者说都质疑毛主席中国共产党创建人这个历史地位吗 都提出质疑吗 不是 我们讲到一大的时候不是提到吗 这把毛不蛋 不遗疑 后来还有人质疑毛主席的中共三大 三大上的这个这个毛主席的包括他的地位作用和职务 关于毛主席是否担任了中央局秘书这一件事 所谓的这帮学术界 无缘瘴气的中国的学术界 一度 这阵仗很大的 表示怀疑 怀疑毛主席的这个中央局秘书这个任职 有各种毛主席的中央局秘书的对中央局秘书一个职务的解读 那么通过他们的解读和表述 那毛主席在中共三大上前就没有这样的历史地位了 怀疑毛主席是否认得过中央局秘书 怀疑中央局秘书的职权 职责 然后呢 甚至有鼻子有眼 他还拉出一个人来 这个证明毛主席没当过中央局秘书 为什么呢 说罗张龙事实上是中央 三大中央局的秘书 而不是毛主席 当然了 这种东西是接不起推敲的 心里阴暗 见着灯光了 他就亮了 这个事情啊 现在应该说呢 这帮毛毛蛋有点眼齐稀薄 因为这很容易证明 你对历史文献相关注述 论注 然后你把它摆出来 你看一看 你就可以知道 中共三大 这个闭幕之后的中央局秘书这个职务的出任者 就是毛主席 这无可争论 白纸黑字 都写着呢 记录着呢 而然有案可查 至于这些毛不蛋说的说 哎呀 这个当时在广州开的中共三大 然后呢 好像宣布毛泽东做中央局秘书 但随即呢 中共中央的这个 这个这个总部啊 这个中央 从广州后来要迁回到上海了 啊 说迁到上海的时候呢 罗章龙人就做了中央局的这个秘书 没毛泽东什么事 啊 那事实上 这些个他妈的 很应该的解读 和表述啊 是不足以 啊 采信的啊 在这一点上 朋友们在遇到这样的表述的时候 啊 一笑了之吧 哈哈哈哈 中共三大 啊 闭幕了 那天我不说吗 中共三大 还有个第一次就是 呃 中共三大首创的第一次 一个一个仪式 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 大会闭幕的时候 全体起立 高唱国际歌 哈哈哈哈 啊 就包括 一直到二十大 啊 去年的二十大闭幕的时候 不也 例行吗 啊 全体起立 高唱国际歌 嗯 改开之后 就是还原团回来 这些叛徒们 是不是啊 还在打着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共产党的旗号 是不是啊 所以呢 叛徒们 也从来都没忘 历次代表大会 逼莫子说 都真唱国际歌 哈哈哈哈 啊 中共三大第一次唱国际歌 我那天跟大家聊过啊 曲秋白指挥的 地点是在哪呢 还不是在会场 他们去了 广州的黄花岗烈士陵园 啊 黄花岗烈士墓 啊 那是国共合作嘛 三大通过了 是不是啊 啊 开展国民革命 所以呢 就去了黄花岗烈士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墓园 在那个墓前 曲秋白指挥 大家高唱国际歌 宣布中共三大闭幕了 那么呢 三大闭幕之后 嗯 当时的中共中央的机关 啊 暂时呢 啊 在广州工作了一段时间 那么 在这个期间 开始执行中共三大的 这个决议 开始 这个和中国国民党 嗯 为两党的合作 啊 为统一战线的建立 啊 大家就开始忙起来 那么呢 毛泽东 作为中共三大选举 出来的中央执行 这中共执行委员会的委员 和中央局的五人成员之一 又身兼中央局秘书 那么自然 他就要开始接触了一些国民党的上层的人 嗯 那么呢 在广州期间 啊 毛泽东那时候经常和陈独秀啊 他们 这个到国民党的一些的要员 一些元老那里头去啊 开始系统的商谈 两党合作的一些具体的事 比如说还去过廖仲凯家啊 何强宁啊 廖仲凯啊 比如说他们还去了这个台阎凯的住处啊 台阎凯大家知道啊 就是天天得吃一顿鱼翅 不吃鱼翅 每天一天不吃一顿鱼翅 睡不着觉的 哈哈哈哈啊 嗯 这个 嗯 非鱼翅不食 哈哈哈哈啊 是人家去做客去 人家知道他喜欢吃鱼翅 然后这个人家就 觉得为什么一定要非得吃鱼翅 那天就没给他上鱼翅 哈哈 然后呢 没上鱼翅呢 还劝他 说哎呦 就知道你喜欢吃鱼翅 但今天没给你做 那有什么吃 如同嚼辣 哈哈哈哈 结果台阎凯半天不摘筷子 最后主人呢 说怎么不摘筷子 吃东西啊 台阎凯说 请主人吃辣 哈哈哈哈 我想嚼嚼辣 哈哈 啊 台阎凯 台阎凯的故事很多 台阎凯美食大家 嗯 啊 大家可以在网上看看 台阎凯的这个一文义诗 啊 是民国的一个 很有故事的这样的一个人 啊 一个是他是个孝子 啊 对于他的母亲啊 那真是 这儿子做的 真是不得了 嗯 然后呢 就是 他为官啊 那份 那份聪容 啊 在国民党高层 错终复杂的国民党高层 啊 台阎凯左右逢源 不练战 不练拳 啊 然后呢 各派没有人不买台阎凯的仗子 台阎凯后来做到了国民政府主席的一度做过国民政府主席的那地位之高而不得了 你看中山林 中山林这个正殿的门口那个背影中国国民党藏先总李孙中山与此 就那那掩体的那那倒大的那个掩体那一组字啊 那就是台阎凯写的啊 台阎凯故事里还有一个中国近代的大书法家 台阎凯的掩体写的真好 台阎凯的墓也在中山林附近 那一看就是个正国级的规模 哈哈哈哈 去中山林 明孝林中山林什么那一片包括这个台阎凯的墓还有邓严达的墓还有什么大家去啊那一片看的风水也好 啊 台阎凯的故事很多啊 台阎凯跟毛主席吃毛水毛主席的老乡长应该说台阎凯军阀时期的时候 台阎凯甚至做湖南都督 是不是啊 所以那个时候呢毛主席呢陪这个李大钊陈独秀他们还去过台阎凯呢 那然后这个呃 这自然就聊起了湖南 乡市 是不是啊 那台阎凯那个时候呢被那个 另一个军阀嘛赵恒蒂嘛 是不是啊 被赵恒蒂啊 给赶出了湖南了 那之后呢 他就跑到广东去了 一度担任过孙中山 大元帅府的建设部长 但是不甘心丢了湖南啊 所以那时候毛主席去见他的时候 他正在那儿这个准备了人财务什么的 还准备了什么的这个导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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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灰狮北上去讨伐这个赵凯蒂 那毛主席呢 这个通过湖南老乡长这一层关系 通过台阎凯啊 应该说这个对于国民党内部 尤其是国民党高层的一些情况啊 就有了更进一步的这个更全面的了解啊 并且呢和国民党高层 通过台阎凯也和国民党高层的一些要人 很快就建立起了这样的联络关系 嗯 那当然呢 这个 这个 台阎凯要 讨伐赵亨帝 嗯 他也需要湖南内部有侧应 是不是啊 然后里应外合什么的 而当时的中国共产党 乡区委员会 毛主席创建的乡区委员会 那在湖南啊 尤其在长沙什么的 那经过了两年多的这个发展 已经有了相当的这个影响 有了相当的这种社会号召力和动员力 领导的诺多次罢工啊 什么的 所以呢 这个台阎凯呢 也认识到了中国共产党在湖南的存在和他们的价值 啊 所以台阎凯那时候跟毛主席跟中共之间应该说呢 啊 一度相处甚欢 也很默契啊 很默契 那么呢 啊 当时国民党元老啊 这个顾正啊 然后这个 回湖南啊 毛主席的那个时候呢 这个就委托他给当时的乡区委员会的委员长啊 李维汉啊 就烧了一封信让他们怎么样在湖南协助国民党啊 在那开展活动 招兵买马 扩大组织 当时在湖南的国民党员 当时就是这个公开的国民党员只有一个人 所以势单力薄呀 那么中国国民党要配合国民党在湖南搞事情 那么 毛主席很重视这个事 后来呢 这个中共中央的办公这个机关就从广州迁回了上海 回上海之后呢 啊 这个这个迁移的过程中中央就委托这个 呃 毛主席啊 说 北上就到了湖南了 那么广东啊 就让派他回湖南去贯彻三大的这个决议去 然后顺便指导这个乡区委 帮着国民党在湖南 招兵买马啊 筹建和扩大组织的这些事 那么当时呢 这个 当时中共后来有元老啊 这是延安无老之一的林波渠 那是国民党元老 那资格老的 当时林波渠是国民党中央 担任那个国民党中央的总务部的副部长 他也是共产党员的 他是以共产党员的名义加入国民党的 然后在国民党内部担任这个总务部的副部长 那么呢 这个为为了配合毛主席回湖南制造工作 还给了毛主席一个中央党部筑备员的这样一个名义 这跟清清差大臣一样的就属于啊 就就就就有这样的名头 那么 这个 由于那个时候谭云凯的率军要讨伐赵生替了 所以湖南的战事都已经开始了 已经开始了 并且呢打得比较紧啊 而这个时候呢 湘区委呢就配合这个国民党在湖南开展工作的这个事呢 因为这个战事迟迟没有展开 然后后来呢这个谭云凯的战事不顺 最后呢败了 又退回到了广东了 那么湖南的局势呢慢慢就平就平静稳定下来 那么这个时候毛主席就回到了湖南 到了湖南了就和这个他发展的中共的湖南第一批党员下溪啊 所以开始商量筹建和发展这个湖南国民党组织啊 怎么筹建怎么发展啊具体的步骤是什么东西 然后呢随即就开始开展工作成立长沙支部啊 然后呢在常德呀在什么衡阳呢 等地建这个分支机构 然后在湖南在在长沙怎么成立一个总的类似于中央 像中共乡区委员会的这样的一个国民党的这样的啊 总支部啊在湖南全省的这样的一个总总机关 嗯 那么毛主席回去了之后啊 这各方面的工作啊就陆陆续续都开展起来了 那么到了二十三年的十月份 国民党的长沙支部就成立了 嗯 那个不仅成立了 那因为毛主席领导的呃有力的领导啊 和这个中共呃 中共乡区委员会的这些个成员的努力啊 就像他们搞工人运动一样 就像他们这个搞这个这个一大之后 中共一大之后湖南的党的工作搞得那么好一样 都受到了陈独秀的表扬了 嗯 这个因为共产党的参与啊 这个努力啊 那么湖南在大革命时期始终是国民党组织最发达的省份之一 嗯 远超过其他各省啊 远超其他各省 那么短暂的啊 湖南的国民党呃 呃这个这个筹建和发展组织的这份工作结束了之后啊 到了年底 两三个月以后 二十三年年底啊 那么中共都要通知毛主席离开湖南去上海啊 继续参与中央的这个中央局的这个这个领导工作啊 那么到了上海之后短暂的停留之后啊 这个毛主席又一次南下去广州干嘛去了呢 代表中国共产党去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去了 毛主席啊 要见到孙中山 孙中山 杨里有了一个湖南的毛润枝 我下次继续 谢谢大家 相信大家 这个衣服 我触哈哈哈 好 Idi 身